老子 老子给我们的印象 是 圆滑 消极 不负责任 其实是我们误解了他 他是非常积极 非常认真 非常负责的 但是他是用另外一种方法 来告诉我们道理 你如果有机会碰到老子的话 你可以问他一句话 你跟孔子是不是唱反调 你可以问他 他一定告诉你 没有啦 我们两个说的都小声 所以为什么他特别重视这个童 把它叫做玄童 老子一个很主要的观念就是玄童 玄童什么意思 就说大家看成不同的在他看起来都相同 就是这个很玄妙的地方 你慢慢去体会 你站在反对的立场一看 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在认同的立场上都差不多吧 是什么两样 所以他奉劝各位啊 你多采取同的观念来看事情 不要一开始就站在不同的立场来看 你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孔子告诉你 孔子告诉你你要做好人 老子告诉你你不要做坏人 一样嘛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采取这个角度来看 老子的话 你会看得更清楚更明确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最喜欢讲无拉无拉 这就是老子给我们的影响 凡事先说没有了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老子告诉我们 无是什么 无是一个名称 是一个称号 它代表的是天地的开始 有呢 有也是一种称号 它代表的是万物之母 万物之母 后来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叫做老母 我们民间把它叫做老母 就是把这个母 竖开来写 好像一个钟 两点 因为它是万物共同的母亲 所以叫老母 万物共同的祖先 就叫老祖 所以中国人为什么会有很多老祖老母的称呼 其实跟道德经是蛮有关系的 一个是本源 一个是开展 你认为不一样 它就是不一样 你认为相同 它根本就是一样的 有什么不同呢 此两者同 出而易明 因为同 所以才叫做玄 西方人它是中分的 所以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它分得非常清楚 我们中生 你跟老子讲 有无相生 它告诉我们很清楚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有 能够变无 无 能够生有 所以它是可以通的 你看我们中文 你问他你有意见吗 他一定先说没有 他不会先说有 我告诉你 你有意见吗 你说有 他就知道你是不怀好意的 你是专门来找查的 要不然我没有做完你就有了 你等不及吗 这是我们跟西方人不太一样的 西方人如果说有 他说没有 那就很鬼鬼祟祟嘛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正直呢 中国人相反的 再怎么有也要先说没有 先说没有 你看见老万吗 没有 你明明看到你也说没有 你看见老万吗 有 什么时候 昨天 昨天你可看到他 哪里 完了 跟犯人一样 只要一讲错 那所有人都怀疑你 那找麻烦干什么 听说有人找你帮忙 没有 没有就没有事嘛 听说有人帮忙 是啊 那谁 你说 怎么不是这个 还有人 你会扯出很多麻烦来吗 你慢慢去体会 你找到女朋友了 没了 很奇怪 你吃过早餐没有 没有 你试试看 老板从外面进来 就问大家 吃过早餐没有 吃过了 他说你们吃过了 我还有你面吃 想在里面去吃早餐呢 你很后悔 对不对 早知道说没有就好了 跟自己过不去 讲了没有要变成有很容易 讲了有要变成没有很难 很难 好好去想一下 天下万物是生于有 但是那不是最本源的东西 最本源是无 为什么 因为最后所有东西都是归于无的 都到最后都是归于无的 这样你才知道 中国人都先说没有 他不会先说有 你跟老板开会 请你发表意见 你马上站起来 他就很不高兴 你这种事情 为什么不能偷偷跟我讲就好了 非在开会的时候 你讲不可 你偷偷跟我讲 我认为你是好意啊 你公开讲我就怀疑你啊 你动机是什么 尤其是我的老板在的时候 你讲话 那个我更奇怪了 他不在你不会讲啊 你死人啊 他一来你就活起来了 这个是外国人很难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们中文经常说 你有意见吗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他就不请你了 就表示他给你只是客气而已 尊重你一下 你不讲是对的 你一讲他就觉得很奇怪 这种人我以后对你不能客气啊 稍微尊重一下 讲的没完没了 然后他要理讲他 我说说话没有关系 你还说没有 说啦 那你站起来 讲半个小时 这中文经常有的 推脱拉他一定到三 中文第一次你用眼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第二次也要猜 第三次就是真的 连续请三次你再不讲他就翻脸了 你怎么回事啊 你有意见不说 那这样开会吗 那他就跟你一样了不要开了 他就发脾气了 他就翻脸无情了 事不过三 你把这些好好去揣摩一下 我们几乎自古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最妙的是 今天是你过生日吗 明明是 你要说没有 你绝对不能说是 为什么 今天是你过生日 你说是啊 完了 大家都怀疑我们两个是做坑的 串通 趁这个机会告诉大家他是做生日 赶快就有人出去买蛋糕了 现在人很多对这个不够敏感 还有人站起来跟他讲 今天刚好是我生日 笑的 你笑的啦 如果有一天真的你搞到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反应 连一个蛋糕都没有 你回去也很难过 做人失败到这个地步 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家庭教育 这一块缺的蛮大的 缺的蛮大的 你身上有带钱吗 你说有不多 这是最常有的 你就吃亏了 什么事情我们都会模拟一下 你身上有带钱吗 你说有了不多了 那到底多少 他说五百 那这样你留两百用 三百结果 你连这个都不做 那你像人吗 对不对 你怎么说都是倒霉的 所以最后说 我出门太匆忙了 没有带 这种话其实用美人家讲 才生动 你身上有带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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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带动作呢 可以汹涌出来 没有大巴仙 你就死心了吗 叫做没有数倍 后面没有事情吗 没有文章可做了吗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怀疑了 那出去正好有人拍卖东西很便宜 怎么办 那你们吃亏吧 那才不会 在这里 我多发现 一出去一看这个机会难得 摸后面 没想到后面要是大堆钱 你如果认为这样是圆华 那你就错 这叫圆通不叫圆华 一个人保护自己不叫圆华 一个人害别人叫圆华 我害谁吗 中国人要问人家 你身上有没有带钱吗 你要把你的动机说清楚 你说我太太交代我买什么东西 你如果认为这样是圆华 我因为出来换了件衣服 所以钱没有带 如果你们方便了 先走转我一下 我回去好交差 明天把钱给你 所有人都说我有 没有问题 这中国人就是这样 你说清楚他有备无妨 他知道怎么应付 你一下子就说 你身上有什么东西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打钱 怕他怕不敢说帮人说不我而已 所以最后还是你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这个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建立 所有的差错最后 都是你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你慢慢从这里去了解 无是分母 有不过是分子 我们从数学来看 站在没有没有的立场来有 你随时可以控制得很稳当 先说不要再来要 你就不会过分 你看你先说不要 然后最后想清楚 我不太喜欢用思考 我不太喜欢 我还是喜欢用思绿 因为绿跟考不同 绿是有心 考是无心 考是没有心 所以现在很多人乱用字 我们要好好的检讨检讨 一个人要思虑 不应该思考 我思虑什么 思虑圆满 思虑最起码我不要老吃亏 我问你一个人为什么不能老吃亏 因为吃亏到最后 你会对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信心 都失去信心 我太相信别人 最后我对信义失去信心 那我损失最大 我们之所以很谨慎 我们之所以先说没有 我们之所以明则保身 目的就是要让我有生之年 始终对于伦理道德有信心 始终对于天理良心有信心 你朝这个方向去想 你就正确了 站在不要不要的立场来要 才不会乱要 才不会要到去坐牢 你要就坐牢 你要了你甩不掉 你先说不要 然后赶快想该不该要 不要白不要 最后就说好了好了 既然你那么诚恳我就要了 你看外国很简单 外国你送的东西它会当面拆开 你觉得奇怪不奇怪 中国人会觉得大家陷阱就会惯了 中国人很不方便当对方面拆开说 你上沙巴你这样你也敢上 我们很少这样子的 我们之所以不要不要是赶快想 我该不该要 要了后遗症怎么样 我们是这样想的 一个中国人随时随地在动脑筋 我觉得是好习惯 但是你要有时间你才能动脑筋 所以我们先说没有 然后你有时间想 想到最后你要 他跑出去你还想 你刚才那个东西不是要送给我的吗 我刚才说不要 现在我现在我还是要好了 还来得及嘛 你说要了你抓过了 甩不开了 你好好去想一下 这个无跟有啊 它是妙愿无穷的